大家好,我是James 今天马股修饰没有交易 因为今天马来西亚是一个公共假期 当然大马最近疫情高升 是挺严重的 再加上政治上的不稳定 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武统的声明 他的领袖说谁撤销 挺首相的立场等等 不过一切要等到下个月六号 在国会的信任动议 我们才会看最终的一个 我们的首相的支持 到底有多少议员真正支持他的 不过这两个因素就导致最近马股整体的投资情绪是比较疲软 今天马来西亚活跃的病例高达23万762个人 活跃病例的数目又来到了一个新高 相当的严重 然后我看新闻 就是说雪龙一带火化厂目前应该是24小时都在运作 但是还是太多尸体来不及火化 因为真的是太多人死了这个COVID-19的遗体 因为COVID-19是很高度传染性的病毒 所相信大部分的遗体应该都要经过火化来杀死这个病毒 不过我看到新闻说可能你的遗体要等7天才能等到一个火化 所以你可以想象雪龙一带的尸体真的是多到非常多 都在积累当中 那么今天单日确诊是增加了19,991个人相当高 然后马来西亚 我们破万的这个确诊已经连续了好多天 死亡人数今天201人 还是非常的严重 那么当然全球而言 现在连中国大陆也不能幸免了 中国像南京、郑州甚至首都北京都有传出确诊的案例 中国方面当然他们也不敢亲笔 他们也知道Delta真的是来势汹汹 所以他们国内很多景点航班都停了下来 甚至是他们的高铁 有部分的航线也是暂停了 然后有一些确诊的一些小区 又再度封锁了起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连中国之前 可以说应对的比较好的国家都发生了这种情形 那你能想象全球其他国家 当他们面对Delta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全球今天单日确诊是69万5,319个人 全球死亡今天是9,187个人 好 接下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家科技公司 那么讲到科技股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今年的科技板块是非常亮眼的 在这种行情之下它还是非常的凶猛 当然我们知道科技的股在全球 特别是美国 美国是最夸张的 它的NASDAQ的指数、S&P、稻穷 都今年不断的创新高 让非常多人大跌眼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我相信背后无限QE是一个因素 把那么多钱美国这个联储局 印了那么多钱流进整个股市当中 你可以想象那个炒作的力量 其实是相当巨大的 好 我要跟大家来看的这家公司 其实是D&O Green Technologies Berhat 它的科技是D&O这家公司 那么昨天它是回调了 跌了4.2% 收在5块1毛9的价位 因为它之前D&O真的起到太凶了 所以我觉得来了一个调整 Correction 是非常normal的 很正常的事情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你看回2016年12月 它的股价只有28.5分 意味着短短4年多的时间 它的股价从28.5分 飙到昨天的5块1毛9 飙了1721% 超过17倍的一个涨幅 所以这是非常疯狂的 D&O的股价表现 因为这种涨幅 其他公司 搞不好你要等上17年才会有 把它竟然在4年多的时间做到了 非常不错 然后它的市值 Market Cap 当然涨了超过17倍 现在已经是62亿的一家公司 它的Market Cap ROE股本回酬15.78% 它的Net Margin 10.89% 然后最新业绩 5月24号出炉的 已经连续三个季度 YOY 它的Profit都在上涨当中 那么好 这一家科技公司D&O 它本身主要的业务 它是生产汽车用的LED OK 汽车用的LED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新的车款 都是不管车内车外 都用了非常非常多的LED 这是整个趋势所在 因为当然LED的好处是很多 比方说你外面车灯的那个LED 能够提高安全性 能够让你对面的汽车知道 你这个汽车的一个驾驶 它有一个亮光在那边 然后LED当然也是比较经济耐用 可能会比较节能 然后耐用度也是比较好 然后当然它的效果 也是可能比较漂亮等等 所以LED是一个趋势 跑不掉的 在汽车业而言 所以D&O当然它也是有eSource OK 它也一天出了5000个股的eSource 代表 它的员工也是本身非常看好 自己公司的一个发展的 那么讲到订单方面 其实D&O都不错 就是 它的管理层有透露 他们最近都有拿到相当强劲的订单 英文是Strong orders 非常强劲的订单 for汽车的LED的这个segment 然后它很多销售的这个办公室 在今年头4个月 几乎都有双位数的订单的成长 OK 他们的订单是收到非常的猛 OK 收到很多的订单 原因是因为当然特别是Electric vehicles 这个EV电动汽车这个板块 我们知道比方说Tesla 当然最近有越来越多传统的车商 也是陆陆续续推出他们的电动汽车了 因为这是未来的趋势 跑不掉的 所以来自电动汽车EV的这个新的车款 其实越来越多 OK 那么这些新的车款 像刚才我说的 他们车内车外啊 都用了非常多LED的这个部件 当然D&O它的订单就收到很多 双位数订单的承载 很多分析师认为至少未来三年啊 这个D&O它公司的订单的前景 都会是非常强劲的 那么他们的第一间工厂啊 OK 目前跑 跑座的一个工厂 他们预期到了年底的时候啊 应该它的utilization rate啊 会接近一个100% 就是fully utilized的一个状况 在年底的时候啊 因为啊 原因当然就是因为 你订单啊 如果收到很多的话 当然你的工厂就要去运输啦 就负责啊 生产出来的 那么它这个第一间工厂 它的capacity产量啊 其实在今年有double up OK 它的产能是有翻倍上来啦 因为 它这个第一间工厂 已经经历了三轮 所谓的capacity expansion 就是它的产量的提升啊 已经有经过了三轮 那么目前我们已经在2021年的下半年了 将会是它最后一轮了 这个产能的提升 所以它的产能啊 理论上今年是double up上来啦 它的第一间工厂 那么它的第二间工厂啊 目前还在做这当中 它的第二间工厂 它的整个面积会更大的 因为它第二间工厂的build up area啊 是有高达25000个sqm平方米 OK 25000个平方米是相当大的一个工厂 然后目前啊 当然还在做这啦 它是说它的第二间工厂 主要还是要for dominant的订单啊 OK 这家公司dominant 那么至于它的啊 第二间工厂这个机器的安装啊 预期会在明年 OK 明年机器就会啊 陆陆续续就运 啊 运气它的第二间工厂那边负责安装 然后他们预期这个啊 第二间工厂的产量啊 可能需要三年的时间 才能啊 fully fill out啦 就是说 它的啊 第二间工厂的产能的这个啊 潜力啊 啊需要三年啊 才能啊 发挥到一个最大值啦 要一个啊 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然后这个第二间工厂 它主要也是用来生产 啊 比较新的叫做 smart rgb的led OK 所以如果你知道啊 汽车的led啦 你就知道了啦 就是这个smart rgb的led啊 其实margin是啊 会比较高的 比较好赚哦 因为啊 一些高端的汽车啊 他们啊 为了效果 OK 为了显出它的啊 气派哦 高贵啊 他们都会用这个smart rgb的led 这也是一个margin啊 偏高的一个部门啦 这也是为什么啊 D&O 会啊 投入重金啊 来建设第二间工厂啊 主要这个目的所在 然后它的管理层啊 透露啊 他们其实已在啊 规划第三间工厂了 OK 啊 还在规划当中啊 第三间工厂啊 或许啊 那个是要啊 几年后才会啊 开始开建的 那么他们也会在啊 第一间跟第二间工厂中间那边 他们要啊 他们会建一个八层楼的建筑物 可能是一个tower 还是一个大厦之类的啊 八层楼的一个建筑物啊 在第一间跟第二间工厂当中 然后这个八层楼的这个啊 building 将会在明年啊 第一季度开始开建 然后他们预期啊 会是三年后啊 就是2024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building就会完工了 所以到时候啊 他们可能会有新的hq 啊 说不定啊 新的office啊 还是什么啊 R&D啊 之类的用途啊 都是有可能啊 这个啊 八层楼的一个building 那么至于他五月份的业绩啊 就是啊 first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他的啊 revenue收入啊 是有增加蛮多的 就是去年是1.2亿啊 把来到今年是2.1亿 收收入啊 暴增那么多啊 他的PAT 当然也是暴增 OK 他的税后利润 也从去年的391万 暴增到今年是2651万 OK 从差不多400万啊 增加到差不多2700万 所以你可以看YOY他的profit是啊 暴增的上来啦 这也是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啊 当这个五月份的业绩一下公布之后啊 D&O 当然他的啊成交量每天哈也是挺多的 然后股价当然也是啊提升的上来啦 OK 所以啊 总的来讲 当然啊 D&O我觉得没有意外啦 很多分析师都相当看好 至少啊这三年内他的业绩啊 很多都非常看好 觉得说啊 应该他在这三年内啊 他的业绩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增长 但是啊 不要忘记 他的股价也是啊很疯狂的 像我刚才说了 他的股价四年多飙了超过17倍 哦 so一个良好的一个前景啊 我觉得多少已经price in了啦 他的啊股价方面啊 已经起了那么多了 当然公司一些啊 数目目前是啊不错的 ROE啊 股本回酬是5.78% 啊 Net Margin有一个10.89% 然后已经连续啊 三个季度YOY 他的啊业绩都在啊成长的 那么来临业绩展望啊 就是月底会啊公布的业绩 我觉得应该没有意外啦 他的啊来临的业绩 啊 YOY 哈 他的revenue收入啊 跟profit应该会啊 持续进一步的提升的 因为他最近拿到那么强劲的订单啊 他的订单是double digit growth 我相信应该没有意外啦 他来临的业绩 应该会是啊非常标签的 so啊 讲了那么多还是啊 disclaimer啦 那四个字就是啊 买卖致富 ok啊 这四个字啊 买卖致富啊 是最重要的 好 那么我本身啊 当然不停做一个啊 选股服务 James & Spotkick 就是每个星期啊 会出一份这个啊 选股的这个啊 报告 上面用这个啊 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啊 做选股 so截至昨天啊 相当多的选股 回仇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啊 hexstar global 啊 昨天也起了一分啊 so在啊 一块两毛四 so hextar 他最近宣布要购买 anragimia 这个集团 so hextar 之前啊 那我选他他的啊 股价 before bonus issue 50.5分 也派了股息啊 4分 这一年啊 4个多月 也是有301%的回酬 啊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下个8年 当然还有啊 其他选股啊 这边不说了 啊 so你如果join这个选股的话 那么每个星期你会得到一份啊 这个选股的报告啊 上面有个基本面啊 投资法就是啊 很多全球大型的啊 退休基金啊 保险公司啊 这基本面投资法就是我会去啊 研究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啊 连报季报来啊 挑选出各方面啊 比较强的公司 所以要强调啊 这个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啊 suggest 至少buy and hold 一个啊 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啊 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经济啊 B check 翻弹 如果疫情能够啊 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未来啊 这些公司赚更多钱的话 那么其实你赚钱的机会啊 是相当高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啊 也不会低 so啊 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啊 直接的email我啊 或者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啊whatsapp号码 在下面的in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啊 pm我 都啊 非常非常欢迎 好啊 今天的视频分享 暂时啊 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 有用的资讯 记得把它like 跟share出去 希望啊 能够让更多人受贿 所以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以便啊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啊 最后啊 要感谢大家啊 抽抽时间啊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好吗 啊 好看